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寶藥黨 我是馬兵 我是寶哥 我是高尹 今天我們有嘉賓 Dr.Joseph Hello Hello 但今天看到今天的標題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是甚麼事 是甚麼事 為何忽然保藥黨會說這些 究竟是否保藥黨的一部分 這個我肯定是 這個共濟會 因為這個嘉賓是第二次上來的 但今次身份不同 我上一次上來很久以前 很久了 好像是三年前 這次就是 因為機緣之下 每天看到是共濟會的 不是那些的 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我對於共濟會 我就是知道是神秘組織 就是我知道之前 所以其實我後來有幸進去吃了一頓飯 那是很有趣的 但是 這頓飯是否霍教華茲 黑波特那些 那些 還是不是呢 我覺得那個購都頗美的 是 下午那一頓不是 晚上那一頓是相似的 如果有機會吃晚飯就相似的 但是是否普通人是不能吃晚飯的 夜晚真的只是會員進去 但是什麼情況之下 會帶一些非會員呢 就是我們覺得 踢人入會了 不可以說踢人入會 有時候有些朋友知道你是會員之後 就說我有興趣了解多一點 想加入 我帶你去吃晚飯之後 他都說有興趣 那順便 我那個婚會開會的時候 就問准了 我能不能帶到一個朋友來 就帶他來我們吃完飯之後 不是開完會之後那個飯 那個飯 他只是吃飯 那個只是吃飯 因為你不是 你未入會 就不可以參與會 我想說一點 所以斷了 我有專欄大家記得看連結 我繼續 好 因為其實我對於共濟會的認識 在認識Joseph之前 我就是覺得是很神秘的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跟著就是跟很多陰謀論有關係 所以就是想知道更多一點 所以今天特地叫上高雲帥 因為我對於陰謀論的認知範圍 就沒有什麼 最近的那個陰謀論 都是特朗普被人射給我一張卡 那個是光明的 都是光明卡 光明會沒有什麼關係 光明卡 沒錯 是啟發自一個光明會相關的陰謀論小說 就是在裡面取材 對 後面畫畫等等有沒有關係 又是另一件事 所以其實就是邀請Joseph上來 就是去分享一下 那為什麼你無端端會入會呢 是的 是的 每個人入會那個 我先這樣說 先說任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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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帶頭位 這一集節目 我講的任何東西 只是代表自己 個人經驗和立場 跟香港任何的共濟會機構 分會 都毫無關係 其實每個人尋求進入共濟會 每個人的原因都不同 我自己因為我小時候都聽過共濟會這個名字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間中學就是在香港共濟會的那個康格里 哦 聖祖仔 是的 所以 人人在說有什麼陰謀 有什麼神秘組織 神秘都去哪裡 人家的總堂 人家的Headquarter 我每天上學放學都在門口經過 秘密都去哪裡 整棟東西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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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小時候 那個印象就是門口有一個牌 寫著Members only 那天我想阿寶哥也看到門口 門口有一個牌子 指招待會員 小時候又問這間是什麼來的 又放在中環 美國領事館對面 但是又說指招待會員 小時候又沒有那些 Clubhouse的概念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來的 去到最近的機緣 為什麼我會尋求進入這個共濟會 因為三四年前在Netflix上面 有一個紀錄片 我也有看過 Inside Freemasonry 你現在在Netflix就沒有了 你去YouTube搜尋Inside Freemasonry 有一個一年五集還是六集的節目 其實那個是什麼來的呢 我之後聽回來 因為英國的英格蘭的共濟總會 英格蘭的共濟總會 1717年成立 慶祝他們三百周年 2017年的時候 就拍了那條紀錄片 就告訴世人 就究竟現在的共濟會 就告訴人 現在的共濟會究竟是什麼 裡面也有提到很多東西 所以我這裡如果是 那個紀錄片有講過 或者有出了街的 我也不介意 在這裡再講一次 那些都不算是什麼秘密範圍 很簡單總結一下 就是一個獅子會 很簡單這樣講的話 做一下善事 做一下善事 搞一下時善拳賽 然後又在這裡做一下公益 大家吃一下飯 聯繫一下 一個男人 Club 這樣講的話 他裡面那些 他有很多東西說 那些是秘密不能播出的 那些是什麼呢 其實共濟會裡面 進了會之後就告訴他們 其實沒有秘密 那些秘密其實就是 我們所謂的開會 做的儀式 究竟裡面是發生什麼事 即是誰人要講什麼 這個人要去那裡 那個人要去那裡 那個人要去那裡 那個儀式裡面最核心 我想很多人都聽過 就是那些神秘的握手 神秘的握手 那個互相的 我不能講的 這個就無謂在這裡看 這些真的是秘密 至於為什麼要保持這個秘密 就有兩個說法 一個就是官方的說法 因為任何入會的人 你會經歷那個入會的儀式一次 如果預早已經告訴你 那個入會的儀式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的話 會令到你沒有忍 整件事 會影響了你入會的體會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這個就是保持幾百年來的 共濟會的傳統 因為共濟會的傳統 源於那些石像的工會 以前石像那些建教堂 建城堡那些是不存之秘的 就是由師傅 由師傅教了徒弟 然後由徒弟再交給徒弟 就沒有文字記錄 為什麼沒有文字記錄呢 其實講穿了很簡單 因為以前打石仔的人 是不會知道的 所以就是一代一代的交給下去 但是當你滿師 你跟完一個師傅 你學會他教你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另一條村 或者去另一個城市 哪個地方要建成堡 你就去那裡找工作 多數你就會走進去 這些石像的工會 都會搭單 說我 available 接入可以 我找工作 但是那個工會就會 你門手藝學到怎樣 你究竟是普通的石像 你是學徒 還是你已經是大師級 以前沒有文憑 沒有會員證 大家互相確認的身份 就是石像與石像之間的暗號 以及那些握手 就告訴別人 你究竟那個級數 去到哪個級別 有點像派師那些 這就是歷史流下來的原因 為什麼依然會守秘密 老實說我自己看完紀錄片之後 小時候都聽過我的名字 但是我看完那個 我對那些秘密 我對裡面說的那些 那些秘密 我就覺得很有趣 我真的很好奇 所以那時候我就尋求入這個共濟會 其他會員告訴我 要是他們入會之前 會給你一個最後面試 入會之前 整個入會那個 尋求入會的流程 等一會有興趣 都可以講一講我 我究竟經歷了什麼 我自己經歷了什麼 其他入會的會員 也有講過給我聽 每個人的看法有點不同 有些人純粹是柴嘩嘩 就說我的朋友說這個好玩 就叫我入會 有些人就說 因為我告訴別人 我是共濟會會員 覺得很有型 每個人入會的理由 都是有點不同 你入會的理由呢? 我好像剛才所說 我對那些所謂的秘密 我很興奮 就是想探索神秘的地方 到最後有沒有呢? 到最後我覺得 那個純粹是開始的地方 你入會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你要怎樣怎樣 你作為一個人 要怎樣怎樣 你作為一個會員 我們期望你是怎樣怎樣 有什麼人生道理 他講完之後 我自己是一個對這些神秘主義 很感好奇的人 他告訴我 我就會想 為什麼會這樣 或者後面會怎樣 對於歷史 秘密 或者神秘學 我會用這個作為一個契機 他自己再去找 再去看多些書 我們咪前有說過 入這個共濟會 其實有某些條件 是 是 首先你要有渣 是這樣的 是 是不是呢? 我們也可以入會 告訴大家 最主要的 怎麼說呢 官方的說法 入共濟會的條件只有幾個 第一個 你要是成年男性 這是兩個條件 成年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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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品格良好 就是沒有犯罪紀錄 還有你要是有神論者 你可以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你一定要有神論 什麼教都可以 或者你信什麼神都可以 但是不可以拜惡魔 就是我信齊天大聖都可以 你可以拜魔鬼 就是我信齊天大聖都可以 是 是 賣桌子 非天意粉教 我不知道 這個行不行 這個行不行 很出名的 非天意粉教 非天意粉 相信耳朵是主宰職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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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我進入共濟會的條件 因為 你想進入 你是不是要進入會 不是 因為我有聽過 因為共濟會有很多層 現在就是比較基本的層 就是剛剛進入entry level 那個感覺就是剛剛提到很獅子會 所以那個感覺就是 又來幹什麼 不可以進獅子會 怎麼有空 做生意 我立即就想 那就算了 做生意 如果 我弟弟從來做生意都不會 都不會向這個方向去 不同方式 去找這個夥伴 或者找合作的夥伴 純粹我能進入去就是 從來這些秘密結寫 很過癮 我都是要去 什麼過癮 我是要來統治這個地球 你啊 可以 不是啊 如果能進入去 就是為了統治世界 我是為了奴役 去奴役人民的 很崇高的意見 不是 我這麼辛苦 又要認識那個 又要搭橋的 這個鐵路公司 那個電力公司 我進去就是 我要在那個level 就是 part of the deep state 就是我不進deep state 我進這些來幹什麼 就好像進那些 俘虜會 我難得讀我讀耶魯就是要進俘虜會 對 如果不是我進去 我幹什麼鬼 我去參加BNI就可以了 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然後我有聽過一些比較 嚴苛的入會 是怎樣的 很嚴苛的入會條件 就是你要你三代都在用那個技術賺錢 才可以讓你進去 例如可能是起鐵路的 例如你有某種沖茶 沖咖啡 或者你有一種的技藝 是你三代都在用的 那就會有人邀請你進去 那如果他爺爺那代做保險 他爸爸又做保險 所以 然後他也是個老闆 所以他不是保險agent 他不是三代做agent 他是三代老闆 他是三代做保險公司 炸錢那個 或者他是建購這個模式的那個人 因為所謂何謂三代賺到錢 就是他用那個技術 就是我設定了保險的這個玩法 然後我三代人都能夠 仍然用這個技術來賺錢 就是這樣 他等於是那個行業的代表者 不是你作為deep state一份子 我不是找這個人進來 為什麼我要找其他人 我當然要找這些人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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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些條件就是 你現在用的技術 這個就是叫做 叫做估算少許 你現在的技術可以走到三代 例如電動汽車的 無雲駕駛 或者AI或者各樣 現在譬如顯卡那個 NVIDIA NVIDIA 就是他寫顯卡的這個技術 他可以吃到三代 我預計你可以吃到三代 我就找你進去 邀請你入組 是不是有這些會不會 我自己那個 超要求高的 我自己那個分會 我自己的分會 就是各行各業 什麼人什麼專業都有的 但是也說到一件事 就是一般來講 入共濟會 那個年齡層 如果是我這種 完全什麼人都不認識 最後自己寫一封信 去說我想進去的 很多都是三十到尾 四十幾歲的人 就去入共濟會 如果你說 原來是早上 即是老爸 阿爺 都已經是共濟會 都已經入了 很多那些傾向 都很早入會 就是像小集一樣 紅啊 尿媽記 我一條坊 整腐乳 就三代 我有棟大廈叫尿媽記大廈 可能這些可以入到 要很早 對 還有不同的共濟會分會 傾向收的會員 都會有些不同 視乎你那個分會成立的時候 你是想招攬什麼人 如果以香港來講 香港有一個分會 就是叫Club Launch 就是說所有的 組織都是下面Hong Kong Club的會員 有一個就是Rotary 所有都是扶輪的會員 我自己那個 我就不是以上講的那兩個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分會 就沒有特別說 你要是從事哪個行業 或者你已經是哪個會的會員 只要你品格良好 還有有神論者 還有最後有人去推薦你入會 那就OK 不過正常 因為我剛才說 如果你完全什麼都不認識 或者你已經有人是某個分會的會員 晚上叫你去吃飯 你加入了幾次 你都認識了那些人 你都認識了那個分會的人 最後就說 我覺得這個分會很適合我 我想尋求這個入會 自然就會有人去面對你 之後去訪問你入會 因為這些所謂秘密結社 我想近二三八年 其實不同的名字都會有存在 或者是你自己有錢 香港有錢人都有什麼 草叡會 地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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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些朋友 不知道為何喜歡草叡還是什麼 那些 每一個有錢人 他們都會有這些群組 只不過是否一個歷史遠遠流長下來的組織 而在那個組織裏面 譬如我有聽聞過一個 他沒有名字 總之他有一群朋友 韓國業出來就沒有生意來往 但是不同生意的層面 你知道那個人在那個層面上 你都知道自己在自己的層面上 可能有整群朋友出來一年見一次 就在那裏講一下自己的生意有什麼問題 他又講一下自己的生意有什麼問題 那大家都知道 大家按一下腦袋 我不是你那行 但是有些事情你講出來 隔壁行的人 可能會提議你 譬如 譬如 我不知道 譬如 我不講公司的名字 總之是一間很大專賣玩具的公司 然後就按一下公司 攤議一般 現在流行網上世界 你整理它 行商品化 之後 你起碼節省一些租 全部節省幾十萬 幾十萬 節省的 那樣 那這些 當局者未必很清晰理解我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 當他和整群朋友聊 那他就會有這個想法 有這個想法 那又有這些 這個很像思考智乎聖經那個 那個智囊團 其實每個人 如果你做生意 是應該有一群這樣的朋友 沒有你的關係 不一定有你的關係 對 那這個 第一樣 第二樣我覺得是入會的條件 其實就是越苛刻 就是代表你的那個會 越勁 越勁 或者你蒸餾得那些人就越純 都是 譬如 剛剛我聽到 要有會員推展 我有聽過一個很嚴苛的 但是那個是一個很懶惰的活動 那個叫哥爾夫球會 哥爾夫球會 哥爾夫球會 哥爾夫球會是超嚴格的 我想說 因為 他的規則是令到你知道 你在那個商業世界裏面 他是很誇張你在商業世界裏面運作 他再分層 和打Goff是無關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譬如 我今天我想入粉底哥爾夫球會也好 進深灣那個也好 首先我要先認識Dr.Joseph 又要認識寶哥 認識高人 而三位都是在那個Club裏面的 然後首先我要給一塊錢去買個Member 然後同時間我要有你三個人 去認證我 是OK 我才可以做 然後是要每年的 每年的 每年的 每年都要再認識一次 確認什麼呢 確認你沒有反面 你反面 你在那裏補個食屎 你下年你不用進來這個歌 club 那真的很嚴格 所以是很嚴格 所以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他們那個價值 首先會發這麼貴 看來為什麼那些人不肯走 同時間為什麼會費會那麼值錢 那個會值那麼值錢 就是他們 你認識到那些人 他們捆綁得很緊 他不讓你反面 然後你慢慢 可能你是年輕一代 三四十歲開始打Golf的 小叔伯這樣引戰你進去 只要我們一個人不是無限引戰 我們只是引戰三個人而已 有Q彈 你不是好朋友 你不要用我的Q彈 也對 所以是很珍貴的 然後有些就是怕Uncle死了 沒有死 Uncle你死了 不知道在哪裡找多個回來 然後呢 他也因為這些 會令到你又再去認識一下 Club裏面的人 有些做朋友 各樣 這個是一個很感閉的一個 他要令到那個系統 令到你要跟那些人很親密 從而你們有好處 然後我就覺得 最厲害的是他設置這個制度的人 他一開始就知道我就是要這樣 知道你人性 然後我們又回想 為什麼是打Golf這個活動會這樣 好像有點門檻 會去到那麼有門檻 足球不會的 什麼人玩什麼 那些什麼木球會 那些什麼有關的東西 你都是有錢人才會玩的 我又不信裡面的人真的會打木球 都是錄一下東西 好像現在新聞的那些 榮會那些 榮會那些就是蛇齋病重 榮會那些是另一件事 主要是蛇齋病重分前 那些是 所以在那個 所以我大概在一年前 有兩個讀者帶過我去打Golf 想邀請你做會員 不是不是不是 他帶過我進去看那些呼球場 我沒有下手打的 但是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這個活動我一定喜歡的 因為你開始會明白 為什麼足球員退了翼 那些巴爾 每天都去打Golf 其實你會明白為什麼這樣 好玩在哪裡 因為你除了有一定的運動量 就是健康的 然後你看著那片綠油油的草地 是很爽脾的 心就舒服了 然後你一邊走一邊打 又想一下怎麼打 又想一下怎麼打 你那個運動是很放鬆的 然後它又有幾好的餐廳 因為你香港好少的地方 可以看著陸油 又草地 又坐得舒服 又冷氣 那些東西又可以 你可以吃雪茄 這樣整個包裝是幾過分的 所以同時間 它每一樣東西都是堆砌到 你會很牢固在裡面 難怪特朗普自己也有幾個級 一定的 那些最有權的人 是啊一定的 還有高仁有沒有印象 你剛才納到迪卡比奧那部電影 原住民那部 講他們殺狗仔原住民那部 這個花月殺手 他們就是共濟會 他們也是 你有沒有看 那個我沒有 近年電影講共濟會講得最出的 我們可以先拍一遍 反過來我又對那些陰謀論有什麼興趣 他沒有什麼陰謀論 他純粹就是拍了一個會堂 和一部份儀式 直接呈現這樣 那高仁你有沒有看 譬如那些儀式裡面 你覺得有沒有隱含的寓意 隱含意 他本身整個會就是 你隨便角 有說自己是這個 巴比塔 不是 索羅門聖殿 索羅門聖殿那些石像 然後有 他的背後 他整個入會儀式就是 在演繹一次 一個故事 一個他裡面的故事 關於什麼背叛 殺人 重生 類似的事情 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他一定是有那個意思在裡面的 嗯 其實是不是 我立即有一種想法 是不是有很多個分會 是不是隱藏了一些大佬在底 這個不知道 剛才這樣聽法就是 無論如何 基本上頭三級都是一樣的 是 再之後就是 不同制度下 再不同分會 或者再上去 可能所謂的秘密 就可能在上面 或者要去上面 才再引戰去其他地方 即是你要 他可能都是在選擇 剛才白兵說的那個概念 那個分會 或者那個組織 可能他在做的就是 羅亞方周圍 人類文化是羅亞方周圍的 就是有什麼事 人類要坐飛船走的 就是那一集 怎樣重建一個 人類文明社會 他就是教會關人 他在全城那個知識 在那裏 很多這些 還有去到就是 可能去到 你要某個等級 升某個等級 你可能要崩潰 那些人 有些人可能要摟 那些人 還會有這些 如果你問我 我就會覺得 共濟會是 以前曾經有領導過這些 法國大革命 那些時候 但是之後 我猜他都 散去到其他地方 這個渠道 或者歷史這麼悠久的 一個組織 他就可以轉化做其他事情 現在變成一個 門面的 或者叫做 一個很正規的組織 現在變成一個 是需要這些 需要一個媒介 一個秘密結社 最糟糕就是 會流失成員之後 補不回 那些秘密承傳不到 對 這個是每個秘密結社 最需要解決問題 你的秘密有多難 你怎樣傳來才糟糕 一個這樣的門面 你就可以 很間接地去選 一些人去一個深層的地方 都有一個機會 之前MC人是不是有拍過 給我們看 你有看過法國的共濟會嗎? 有 有 那個也是可以進去參觀的 法國共濟會有沒有興趣 看看 法國的沒有 不過我很想去倫敦總會 看看 因為香港的共濟會 是不開放給外人的 純粹就是 你一定要進去吃飯 你一定要帶進去 但據我所知 倫敦英國的總會 你用了一些大陸廣場 歡迎去參觀 十幾年前去過一次 就是這樣走進去 登機的名字 就在博物館看看 然後可以走一個圈 有沒有什麼看的? 有沒有光光呢? 都很過癮的 他就介紹一下這個地方是做什麼 那個怎樣的 門後面有個屁股 然後就去博物館 那裡繞一圈 我自己在博物館走很久 很多照片 很多書 全部都掀不到 裡面有沒有什麼說的? 有 做儀式那張椅子 放在那裡 那些袍子 那些有符號的戒指也好 杯也好 都放在給你看 給到什麼感覺 還有照片 他們的儀式是做什麼的? 他們的儀式是for什麼的? for什麼? 同軍的儀式是for什麼? 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同歸 我不是同歸 我不是同歸 儀式 儀式對於一個組織來說 它是代表著什麼? 共同的一種語言 對 你想一下鴻門都有儀式 所有的組織都有一個儀式 儀式 我覺得是 凝聚一樣的 或者是 大家跟共同經歷過一樣東西 然後你就有一個共同的經驗 大家是 有種血盟的感覺 對 類似的感覺 或者你在儀式裡面 當然有一些東西要傳承 以我所知 就是 共濟會的話 都是大批資料要量度 然後知道每一件事 每一句說話 其實在象徵什麼 代表什麼 是全部有意義的 你做完的儀式 或者經歷過那個儀式之後 你有興趣的人 會去思考那一句背後的含意 所謂的儀式 講穿了儀式 就好像一個話劇 已經有些既定的對白 你去到那個時候 哪一個人要對著哪一個人 說什麼 就好像那個話劇 你有一個角色 你自己參與其中 去經歷某一件事 就像剛才所說的 我們所謂的 普遍的 普遍的共濟會 最基礎的三級 應該都是一樣的 或者是差不多的 過了第三級之後 就不用像戈爾夫球會 就保持著 一個很封閉的系統 其實如果是普遍的共濟會 如果大家承認大家都去普遍的話 你是可以去其他分會 甚至乎你可以去其他 法律去參觀 例如說我自己的分會 有時都會有些不同地方的人 就說有些是另外一個法律去過來 會加入我們的儀式 會一起做完儀式之後 就會下去吃飯 大家去談一下什麼 但是跟獅子會 或者跟戈爾夫球會 很不同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的 在會裡面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的 因為如果是一個正常 一個正常的共濟會 就說明政治和宗教 是不能討論的 說明這兩件事是不能在會裡面討論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原因呢 因為他講出來的那一套 其實政治和宗教 是一直以來人類很多紛爭的源頭 所以我們就不會在會裡面 討論這個宗教和政治的一些議題 另外就是剛才說 會不會是一班做生意的人 坐在一起 然後就大家 威威威威 搞深入地位的事情 其實就 據我了解 就不可以 據我所知 就不可以 因為我們入會的時候 就說明 就是現在的共濟會 其實是可以跟其他人 表明你是共濟會會員的身份 但是基於一個條件 就是你不是為了某些的利益 而去公開你的身份 譬如說 會不會是為了拿著數 告訴別人 我是共濟會會員 這樣就不行 但是你說一班朋友 可能玩開 一班可能是波友 出來吃開飯 茶餘飯後 聊聊一下 其實你知不知道我是共濟會會員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作為一個 類似一個chit chat的話題 就沒有問題的 嗯 挺有趣 是 還有剛才說的Wizard 就是共濟會基礎的會員 是頭三級 其實每一級都有一個 對應的畫劇 你這樣理解 就是一個意識 由你不是會員 去變成一個會員 那個儀式我們就叫做initiation 嗯 接著就有個第一級升上第二級 那個我們叫做passing 就是你已經是一個 你已經理解了共濟會裏面的一些 一些基本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升級做第二級 第二級的會員 最後就是第二級 第三級變成Master Mason的時候 有一個叫Rising的意識 當你變成 你在你的分會那裡已經達到第三級 是Master Mason之後 就可以去其他分會那裡做Wizard 甚至乎你可以去其他 的constitution 譬如說所謂其他constitution 什麼呢 菲律賓有自己的constitution 日本有自己的constitution 其實你可以寫封信去那邊說 某段時間我會過來日本 可能去東京旅行 會不會我可以 助適你們開會的時間 我可以來Visit呢 那你就找你那個分會的秘書 出封信 這個就是我們的Master Mason 在我的分會那裡已經是Master Mason 你就交這封信去日本那邊 另外一個constitution的分會 我們英文有個說法 They will welcome you as a brother 歡迎你 歡迎你來看他們怎樣做儀式 還有做完儀式之後一起吃飯 所以大家只需要總會和總會之間 互相承認的共濟會 大家都說大家正常 就是剛剛我說的 就是你under你的constitution的分會 我們不認為它是共濟會 我們不認為它是共濟會 那些是什麼共濟會呢 譬如說某些自己 你承認自己是共濟會的共濟會 可能是男女會員都會收的 那些我們就不會承認的 又或者我可能基礎會員都是一級 不是頭三級的 也不會承認的 就是一出來創的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全球化的登記系統 說你怎樣怎樣為之共濟會 是decentr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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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國家它有自己的constitution 譬如說日本有 菲律賓有 英國有三個constitution 英國有English、Scottish和Iris 三套constitution 美國沒有一個統一的共濟會 美國每個州有他們自己的總會 所以 所以 是一個decentralized 的organization 但是 你就要尋求其他的共濟會 都認識你是普通的 譬如說 如果我那個共濟會 或者我自己搞的那個分會 我是男女會員都會收的 我是無神論者都會收的 又或者我是 剛才還有些什麼 我是可以給一些會員 討論政治的 這些就不會不被其他的 普通的共濟會 所承認 我有個問題 那你可以動之旗嗎 任何人都可以 其實 任何人都可以 你是不是升到Master 我現在動之旗叫寶哥 共濟會 我又賣給共濟會 最重要的是 其他人不是承認你 其他人不是承認你 香港的共濟會 香港的共濟會 分會 因為歷史的原因 香港沒有共濟會的總會 香港就是英國英倫三島 那三個共濟會的其中一個地域 視乎你的分會創立的時候 你是跟哪個共濟會 這樣有點危機 中國有沒有共濟會 這個我不談論 這個很複雜的 這個很複雜 中國有沒有共濟會 這個是很複雜的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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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在咪後回答你 不過不要在大氣墊裡 這是純粹很奇聞 對 對 視乎你的分會成立的時候 跟哪一套法律 我自己加入的分會是跟英格蘭的 跟英格蘭的那套 香港有其他的共濟會分會 跟蘇格蘭的那套 香港比較特別 因為如果看其他共濟會 一般來說 都有一兩個分會 跟同一個法律 例如說在英格蘭的共濟會 有一個法律 最多都是有兩三個共濟會分會 但大家都是英格蘭的 但香港是三個法律的分會都在 所以香港是三個法律都在同一個法律 所以你會有時候看到俄羅斯人 有時候看到俄羅斯人 會看到俄羅斯人 而會員也視乎其他分會的特色 有些分會是全都是華人 我的分會是外國人比華人多 只有幾個華人 所以開會的儀式一定是講英文 但是之後吃飯基本上大家都在英文吹水 由於做儀式的英文是很古老的英文 很巧合的 而且你做儀式的時候不准看那本書 是要背的 那些對白是要背的 所以就連外國人都說 入了會第一個得像就是英文好了 真的英文好了 其實有沒有人在中間背一下 會有人提你的 會有一些資深的會員 或者有一個人看著那本書 我們英文就叫他Prom你的 即是他會提你一兩隻字 大AI的Prom 他會提你一兩隻字 你去到那裏就講些什麼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Joseph 你去做儀式的時候 你自己有什麼不問內容 你自己有什麼經驗呢 我自己的經驗 只是覺得那件事很新奇 對於我來說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守秘密 如果預早已經知道 入會的儀式 究竟是會玩什麼 就連那天才見到我 那個Membership Officer 第一次見到我之後 都跟他說 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入共濟會 就由今天開始 不要再看什麼陰謀論 或者再看別人說 入會會會 做什麼 因為是會破壞你的第一身體驗 是會破壞你的經歷 是會破壞你的經歷 既定的問題問你的 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YouTube那裏 可以搜尋一下 大概每一個 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 大概發生什麼事 或者它背後有什麼寓意 那我就無謂 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的話 如果你有興趣入共濟會的話 要怎樣呢 據我所知有兩個方法 最傳統的方法就是 身邊有沒有誰 就告訴你 或者你知道他是共濟會會員 你跟他說 正常 一般的共濟會會員 就是一般的共濟會會員 就是一般的共濟會會員 我良心很大 一般的共濟會會員 都不會告訴你 就是良心很大的 放心 就是不會良心很大的 因為共濟會的宗旨 就是make good man better 就是他要品格良好的人入會 你是品格良好的人入會 他裡面的儀式 其實是說到尾 就是人生道理的東西 後面說的就是 你怎樣做一個好的人 你作為一個會員 我對你有什麼期望 有些東西我還要提一提 人意道德的東西 所以經歷過那個儀式之後 我自己最大的改變就是 紅綠燈看到紅燈也不會過 你會對自己會有更多的要求 好像以前做紅軍 每一行一線都要 看得到插個寫 你會有這些改變 你經歷過整個入會的儀式 聽完那個期望之後 你是會有一定的改變 你可以看看你身邊 如果你知道有人已經是會員 其實任何的共濟會會員都會很樂意告訴你 共濟會裡面究竟 其實是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的話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那個 一般來說 那個婚會 結束了 開會之後的飯局 都是歡迎會員 帶一些有興趣入會 或者身邊的朋友 去觀摩一下 因為香港 就每個 好像同軍一樣 你在某個女兒進入了同軍之後 其他同軍都會認識你 共濟會也是一樣的 你在某個婚會 你進了會 其他人都會認識你是會員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和你想進入的那個婚會 已經是會員的那班人 你進去跟他們吃飯聊天 你是否感覺到合適 最重要是這件事 他們又覺得你OK 你又覺得跟他們聊天是舒服的 你覺得這個婚會是適合你的 那你就可以跟他們吃多幾次飯 你吃多幾次飯之後 你就可以跟那個婚會的秘書說 我就可以 我想正式入職 我想入會 那我自己的經歷 我寫完一封信 去那個 合適的官員 見完我之後 我都和我現在的婚會 都吃了三四次這些晚飯 然後最後才入會 我記得我自己入會的經歷 就是自己入會那一晚的經歷很棒 因為我跟他們說了 我那天就會很緊急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那晚入會的話 多數都會叫你大概五點半到堅尼地道一號 即是香港共濟會的那裡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一般來說 儀式或者開會就是六點半開始 為什麼叫你早一個鐘頭到 就是因為有個Panel會面對你 但是那個Panel基本上 都是你吃過幾次飯之後 看到那些人 他循例都是問你一些問題 就是那些入會條件的事情 你是不是有神論者 或者我們共濟會背後就是做慈善的 就是背後做慈善的 我們對你 比如說 如果會有些務捐 我們都覺得 你要知道你是有責任的 你知道你是要每年加會費 就是這些interview的問題 又說一下你為什麼想入共濟會 你去期望什麼 之類的事情 就是會有這樣的interview 然後過完之後 還有一份要你簽的 就是你正式入會的登記 其實有一部分就是 那些法律要求你要簽的東西 你又有些要申請的 譬如說我沒有犯罪紀錄 你要自己申請的 還有就是有些文書上的東西 香港的共濟會 就是門口拍卡進去 有些會員的登記 就有一份形式給你填的 還有香港的共濟會 香港的共濟會 基本上是收費 帶個寶哥去吃飯 吃飯就不用付錢 為什麼呢 因為會員有些記數 每個月就會自動轉帳 在銀行戶口扣 但是銀行戶口容許 自動扣數的那份東西 都是當時簽的 那些文書上面的東西 然後六點半 就叫你在下面等等 因為儀式要開始進行到某一個 去到某一個階段 才會叫你進去 才到你進場 然後那些我就不說下去 要不就涉及到秘密的分析 沒有問題 這集差不多了 入門了解共濟會 想了解就自己入會 看看身邊有沒有會員 你身邊有會員跟他聊一下 然後你發現他很多 好 今次給你到這裡 多謝Joseph上來接受訪問 下影片見 拜拜